歡迎收看金靈天下 末日博士盧比尼現在再度示警了 認為美國還是有可能會陷入衰退 主要是來自於兩個因素 包括美國的經濟可能會不著入 以及以巴戰士的蔓延 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在第三季是拋售了高達五十億美元的股票 而且現在持有的現金部位是創下了記錄 這是代表說對接下來股市的走勢不樂觀嗎 另外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現在中國是相當罕見的 把股市的安全提升到了國安的高度 認為接下來股市的表現 現在國安部也祭出了要嚴懲四大空 真的對A股可以起到一個激勵的作用嗎 另外美國的諮詢巨頭 有兩大諮詢巨頭 包括蓋洛普跟先鋒集團 現在也紛紛要撤出中國大陸了 這也代表說外資撤出中國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還在持續嗎 另外在臺股的部分 今天有一度站上了半年線 不過在最後還是得而復失了 對於接下來的一個走勢 到底該如何來觀察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台大電機博士張晴玉 肥玉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紀偉銘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薇良 美國的經濟表現 現在真的是所謂這個 金玉其外而已嗎 現在看到的這個經濟數據 都非常的樂觀 但是末日博士 還是比較看空的 而且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為什麼現在現金持有的一個部位 是創紀錄了 我想末日博士努比尼 其實觀察最近美國的經濟跟股市 他也發現說 事實上有一些經濟數據 的確優於預期 而且美國的經濟 的確有很強大的韌性 可是似乎對他來講 沒有辦法真正的放鬆 因為美國衰退的風險 真的並沒有辦法說不存在 因為他認為 接下來有兩個可能要特別留意 第一個就是經濟出現不著陸 什麼叫做不著陸 我們聽過硬著陸 我們聽過軟著陸 不著陸指的就是 經濟還是很強 GDP維持強勁的成長表現 但是在此同時 也讓核心通膨率維持在高檔 一直降不下去 那如果核心通膨率一直降不下去 到最終還是會逼的 連準會一直保留升息的選項 然後再一次出手升息 讓利率的調高 又大幅的超過市場的預期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對股市一定也會導致進一步的傷害 因為其實從今年的9月然後11月 連續兩次連準會的會議 都沒有升息之後 現在其實可以說市場的聲音 已經有點一面倒了 認為就是說升息已經結束 那的確目前看起來 是有比較高的概率 可是如果真的再次升息的時候 那不就是嚴重的 高於市場的預期嗎 那這個當然就會造成重傷害 那第二個風險則是 目前的尾巴衝突 那我們知道尾巴衝突發展到目前為止 好像對於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好像這個影響性也慢慢在遞減 可是他也必須提醒大家 萬一蔓延到其他地區 尤其是包括伊朗等 主要的石油生產國 如果也捲入參與的話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油價 可能會再飆漲50% 那當然就跟剛剛所提到的 通膨的問題或石油危機的重現 這個都會導致美國經濟 受到很大的傷害 不過他在這一次 談到衰退部分其實也比較特別 是跟以往的用字潛質上 我覺得也有一些算是調整修改了 他提到就明年是有可能溫和衰退 換句話說 他還是希望提醒大家風險 不過認為即便衰退 那可能是比較短期 然後沒有那麼嚴重 影響沒有那麼劇烈的 對 所以叫做溫和衰退 那我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是在於就是說 不要說全市場 大家過度樂觀的時候 把所有的風險拋到九霄雲外 再來我們看到股神巴菲特 他旗下的波克夏投資公司 那麼到第三季為止的現金水位 是已經拉高到1572億美元了 那這個過去一年的總計 他們大概賣出了400億美元的 持股部位 那我想以股神巴菲特的動向來講 大家常常會覺得你跟著他不一定會賺到錢 這說實在 但是你跟著他應該都可以避開風險 換句話說 不會受傷 對 因為他投資的氣很長 所以你跟著去買他所看好的標的 不一定在短中期能夠討得到便宜 佔得上風 可是當他在賣股票換現金的時候 你跟著他你也持贏保財 可能你會少賺一波 甚至少賺一大段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可是畢竟到最後 你往往可以避開股災 那我們舉例來講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播客下 在2021年底的時候 當時他們帳上的現金 是創下當時的歷史新高 1490億美元 那當時明明 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的話 在展望2022年的時候 其實國內外都是一片樂觀 結果2022年發生什麼事 就不用我再多說 就是股災 就是空頭來了 就是大跌 所以證明了 這個股神巴菲特是對的 然後這到今年第二季 就上一季的時候 他們的現金水位 是1470億美元 是創下歷史第二高 結果在今年的9月10月 不就是行情又出現了 波段回檔 休戰 所以說他們的現金水位 只能說沒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這一次又拉高到1572億美元 等於是刷新了歷史新高紀錄 那當然我們是講到這邊就是 有點頭皮發麻 毛毛的感覺 對 就想說留那麼多現金 是不是接下來不太看好 正準備說迎接年你之前 會不會有反攻 但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一點風險意識 保護好自己 這是必要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私募基金的 這個黑石集團總裁葛雷 也是提醒投資人 不要被目前表面上的這種 經濟活力十足的跡象所蒙騙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很多投資 但他就看他自己所主要的 這些投資標的財報表現 他說第三季營收雖然就年增率的表現 來講是有個位數的 因為2022年基期比較低 可是如果我們觀察季的成長率 用第三季去跟第二季比的時候 他發現其實已經明顯的有趨緩 甚至很多公司是走下坡 是衰退的 第三季不如第二季 然後如果再前瞻一點 去看說我們知道公司 如果對未來營運有信心 或說我的訂單 我的產能 其實是爆滿的 那一定會增加很多人力 對 這個有時候分析師 也會透過一些人力銀行網站 去看看哪些公司股價有潛力 但從這個線索來講 他發現說很多公司 其實招聘計畫都在減少 在砍一些人力的需求 所以從他們投資的角度來講 發現有一些這個產業 或有些公司 其實也是開始呈現了 營運趨緩的現象 那另外安田集團的經濟顧問 也提到說 現在美債的殖利率走高 那再加上消費者的儲蓄花用殆盡 這將會讓美國經濟承受壓力 那我想這個就是重中之重的重點 因為支撐美國第三季 這個經濟有亮眼表現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消費 可是當他們如果儲蓄都已經用完的時候 再加上利率畢竟你要講降息 那可能是明年下半年以後的事情 而且初期降息的幅度也有限 那利率只要維持在高元期 它始終其實就會構成在消費支出上面 相當大的壓力 好 再請教薇良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為什麼中國現在很罕見的 把他們股市安全現在已經拉高到了 好像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高度 而且國安部還警告說 現在有這個四大空的這個 包括看空 做空 唱空 掏空者 在這個部分也提出了一個警告 真的對A股會起到一個正面的作用嗎 的確 因為金融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其實現在國家直接要介入就是 要抓這些看空 做空 唱空 掏空的人 那這個當然也有點 就是殺雞儆猴的味道 因為中國股市向來就是需要 透過政策底打出第一個底 那後面才有接下來的 包括技術底跟經濟底 來做這個後續的期望 但是如果說現在所有的機構 尤其是外資機構 如果說你根據客觀的經濟模型 或是說我根據我所得到的經濟數據 所以我寫了一篇報告說 中國的經濟未來可能是比較疲軟 或未來的股市還有下修空間 那這個就是看空者 那甚至如果你的部位是做賣出 或說有空袋的話 那這就做空者 那唱空者 掏空者 那這些現在被中國就視為是 你就是國家的敵人 你就是股市的元兇 那你想想看 這個其實有一點就是把這種 資本主義的所謂言論自由 或者是專業的這個精神 好像就把你剝奪掉了 所以這個其實會讓 不可以暢衰入骨 對 這個會讓很多外資機構 不知道以後怎麼樣去經營 在中國市場的業務 所以我們看包括 最近因為主管機關的強力介入 那事實上像全世界主要的資產管理公司 之一的先鋒 那最近他就宣布要關閉在上海的辦事處了 而且之前他跟這個螞蟻金服 有合資投資公司 那也準備要退出 那另外來自於美國的這個蓋洛普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聽過 很知名的民調公司 那我當然會客觀做很多的數據調查 然後進一步統計分析 那比如說得到這些數據之後 假如你推論說 所以中國的經濟表現也是走下坡 那他也認為你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數據 你根本就是在唱空 那所以其實很多外商機構 也不知道怎麼去經營 所以他也關閉在中國的業務 那當然現在中國其實基本上就是把各家券商 他想要進一步整合 因為現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券商很多 那未來就是要推動進一步整合之後 留下大的 可是我覺得這代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 或許他希望這些外商機構 就是你就不要來亂了 那未來這些大型的券商 本土券商 那或許他們寫的報告 每一篇都是中國強 中國大 那似乎就是要持續的唱多中國的牛市 可是我覺得那是多年前的時空背景 現在因為也適度開放之後 有蠻多的外資的錢也在中國 所以一旦如果外資資金還是持續的撤走流出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是會形成拖累股市一個 蠻沉重的壓力 好 剛威廊帶我們看到是在中國大陸 現在國安部要嚴懲唱空者 不可以看衰入股 那麼現在會不會引發一些外資的逃亡潮呢 外企會不會也持續的在撤離中國大陸 要請讓偉銘 像這一次的這個中國的進口博覽會 國務院總理李強 他聲稱說要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但很明顯看到這次參加的台企 真的很少 而且減少的幅度竟然高達了八成以上 這個中國的進博會 是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開始 那後來因為疫情停辦了三年 通常進博會一般來講的話 只要有利潤 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基本上都很樂意去參加這個展覽 可是在今年我們看到了 不單單是台商 我們甚至還觀察到了歐洲的廠商 在這裡進駐的攤位數量 是大幅的下降 這個81%是從哪裡比呢 從第一年2018年的進博會 開始去做比較 因為就是台商只剩下20家 那原本我們換算回去的話 在第一年有超過100家的台商 願意去參加進博會的展覽 結果到了今年只剩下20家 那另外歐洲企業也是從第一屆的42% 降到了 也少了很多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大部分的這些企業去參加進博會的 好像只剩下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廠商而已 那他其實也在暗示了說 現在整個中國的經商環境 可能沒有這麼的樂觀 一定是因為他能從中國獲得的價值在下降 他才不願意去參加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未來 這個中國有在去年還有前年的時候 大家都講了造車新勢力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在放眼全球 其實他們的技術都仍然是非常頂尖 是Tier 1的 可是我們發現了 連未來都宣布要裁員10% 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雖然有宣布要裁員 可是這個裁員應該到了今年 大家好像看起來都沒什麼事情了 結果他還進一步的宣布裁員 那他說什麼 這個執行長告訴我們 這是尼寧路上的馬拉松 跑起來很辛苦 跑起來很辛苦 而且馬拉松代表什麼 你要跑得很久 很久 代表這個還沒有跑完 實際上面中國的車企面對到的挑戰 當然第一個是特斯拉的降價 那你特斯拉的降價 本身特斯拉的毛利率比較高 所以他有降價的空間 可是當你一降價以後 你這些中國原本的這些造車新勢力 他們的毛利率沒有特斯拉這麼的高 他們的獲利空間就被壓縮了 所以他們賺不到錢 特斯拉是可以少賺一點 但是對於中國的車企來講是賺不到錢 你養活不了 他們本來的毛利率就很低了 沒錯 所以他們養活不了這麼多人 就只能裁員 所以這個是在中國車市的一個概況 再來在消費用品的部分 消費降級開始延伸到了咖啡 原本我們都認為只是消費性電子 我不要買手機 我不要買電視 我不要買電腦就好了 現在我連咖啡都開始喝不起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其實在中國 因為我有去上海交換過 當時的品牌就是瑞幸咖啡 剛出來 那個時候他們撒券是優惠券 撒得非常非常的猛 一折兩塊錢 我可以喝到一杯咖啡 兩塊錢 所以他是主打一個低價的品牌 可是我們也知道 在中國像是星巴克也有 星巴克本身的定位 他就是一個比較高單價的一個品牌 結果這一些咖啡 大家開始不願意去消費這些貴的咖啡 我有一個便宜的九塊九的低價咖啡 我可以喝 我為什麼要去買星巴克 所以我們觀察到了 你連最基本的民生消費品 都已經開始出現了消費降級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消費層面 一定就是開始疲軟 所以當所有的咖啡店都開始內捲 你低價咖啡 可以說我賣九塊九 我賣五塊錢 你很多這些獨立咖啡 星巴克 你的這個單價這麼的高 你沒有辦法降價來去應對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怎麼倒閉 所以中國從這個算到十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已經倒了四點四萬家的咖啡店 這個倒閉加速很驚人 沒錯 所以很多的咖啡店 這個是坐落在民生需求裡面 那這一件事情已經彰顯出了中國的消費降級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再來房地產也是一樣 房地產其實大概從前年年底的時候 就開始一路爆 那這一個萬科算是在中國 一樣是Tier1的一個房地產的廠商 那他面臨到的是一個大家擔心他會不會違約 因為他有很多的債券已經準備要到齊了 正常來講 他這個債券的價格 應該要跟他票面的價格要開始收斂 可是實際上面 他這個利率還是差非常的多 代表大家擔心他會違約 他會違約 所以說我才不願意去買這個價格 所以他現在開始說 我們要在六月號的時候 召開一個線上會議 他找來了公家的部門 公部門的單位 找來了銀行的單位 他們就類似要開一個 像是台灣的法說會一樣 他要來說明萬科 現在到底在中國這裡的狀況怎麼樣 但實際上面 你到底會不會違約 等到債券到期那天 你付不出的 你付不付得出利息 跟你的本金 我們再來討論 所以幣願園萬科也出事了 沒錯 我要請教偉銘 中國你剛剛提到 這個經濟非常的疲弱 包括連一般的民生消費 都開始出現降級了 現在是不是連航運業的景氣 都因此被衝擊 因為現在馬仕機在全球 竟然要裁員上萬人 對 那因為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再連結回來 中國談 那馬仕機在十一月三號的時候 公佈了他們最新的獲利數字 利潤年減九十四趴 幾乎就是已經沒賺錢了 對 那這個時候 你除了利潤不夠以外 你賺不到錢 你還要在裁員至少一萬人 是 那代表什麼意思 貨櫃航運這件事情 其實他代表是一個 全球的景氣風向球 而且很多的分析師告訴我們 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到二零二六年 代表的是全球 中國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所以你今天中國的出口不好 你的貨櫃航運的狀況才會不好 所以接下來三年航運都不好 對 沒有錯 所以代表大家會擔心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面WTO在今年也把貿易成長 預測下修 直接砍了一半 而且航運 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剛剛講的去風險化 所以像是越南 像是印度 也都開始出現了供應鏈的遺傳 這個對於貨櫃航運來講 都有一定的衝擊 那我們觀察SCFI運價指數 這個是藍色這條線 大家會發現 跟台灣的航運的營收 是異部異區 對 走勢很像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SCFI運價指數還在谷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這些航運的營收 當然還是起不來 那大家在意的是 最近看起來好像貨櫃航運的股價有反彈 那我到底是要買還是我要賣呢 我們從基本面來看 其實現在的這一個長榮的營收 目前看起來好像已經回到了疫情之前 它要回到過去的榮景 我們在現在看起來是看不到跡象的 所以它的未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雖然股價看起來近期有反彈上去 這個我們把它還原回去了 股息內我們都還原回去 大家會發現今年前兩季 第三季還沒公佈 只賺了4.79塊錢 這個數字看起來 跟過去兩年比起來差太多了 那麼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它會不會像過去一樣 回到有虧損的 因為現在長榮還有所謂的長約保護 所以它的運價 它的這個利潤 還有一定的空間 是可以被鎖住的 可是你到了明年以後 廠商會換約 所以它的獲利數字 可能就沒有辦法被保護得這麼的好 明年的獲利數字 甚至還有可能再進一步的下滑 比這個更差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長榮 它在貨櫃三雄裡面的股價 算是比較強勢的 可是萬海它的股價 就是一直破底一直破底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營運結構不一樣 長榮主要是跑美東跟美西 還有歐洲線 他們的獲利單價是比較大的 可是萬海跑的是近陽線 所以我們亞洲看到的中國更疲弱 它的獲利數字一定會比長榮 還要來得更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今年前兩季已經出現虧損了 那貨櫃航運 既然我們看到了萬海已經出現虧損 長榮在未來的獲利空間也在持續被壓縮 我想對於貨櫃航運的股價走法的話 我們認為反彈都還是應該要站在賣方 好 剛剛的名單 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疲軟 連航運業現在都受到衝擊了 當然現在包括中國 也包括這個全世界很多人 都把這個AI視為是下一個 要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 像馬斯克的這個XAI 我們要請教這個張博士 他們現在也推出了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叫做Groke 那他跟這個ChapGPT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他的優勢在哪裡 好 因為其實Lil Musk 他其實在前幾天剛推出來這個最新的這個 號稱是XAI版的這個ChapGPT XAI就是他因為在那個前兩三個月 三四個月前 因為他自己成立新的這個AI公司 就叫XAI公司 那他這麼快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推出這樣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其實真的也是有些特殊的地方 我們先講他大概一般所熟悉的 這個聊天機器人就是 我跟你是用這個問答的方式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回答一個 你就對應的這樣的一個回答 那他基本上來講 他說任何你問題問他 他都可以回答你 那為什麼這個呢 甚至你有時候不曉得我該怎麼問 他還告訴你 他會建議我們說 我可以怎麼問這個問題 比較好一點點 有時候他反而還會教你什麼問題 比較好 這第一個 那再來講就是關於他這個 的這個訓練的資料庫的部分 那我們都知道 Elon Musk他也收購了這個X 就是Twitter 那Twitter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的整個裡面的內容 整個的這個資料風格 其實先前也爆出一些所謂的 大家的一些爭議性 可能我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我就馬上丟上去 所以大家比較敢講 對 然後而且什麼事情都是最想法 最新的訊息 反而我們要看很多事情最新的訊息 都是在Twitter上面看 所以呢 他基本上來講 就把Twitter的這個資料庫 拿來做他的訓練的資料庫 所以呢 他是透過X平臺 就Twitter 來了解這個及時了解 這個目前全世界最新的狀況 你可以在 你可以問郭尼克說 目前全世界最新的狀態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有發生什麼樣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問他 那再來講就是說 他在這個回應的時候 他針對特定的主題 他可以提供一些最新的 像我們剛剛講 有些新的資訊 反而是在Twitter上面看到的 再來這個是更特別的地方 號稱他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那這幽默感來講就是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因為目前全世界的AI 大家對於這個所謂AI 都有一些顧慮 那所以也做了一些防範 那如果今天有一些關鍵制 是有問題或者是非法 甚至是比較敏感性 比較敏感的東西的時候 那一般的聊天機器人 他可能就不會回答你這個 這個這個 覺得我就無可奉告這樣 不好意思 那但是Twitter他就有 這個郭尼克他就有他的 這樣子的一個獨特的風格 譬如說就有人問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 我怎麼樣製作這個海洛因 那一般機器人說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你 可是這個郭尼克他 基本上是有回答你 一二三四的步驟 所以毒品的製作方式 他也是告訴你 對告訴你 但是你仔細看其實 最後他告訴你說 我只是跟你開玩笑 而且他有提醒 他說這是非法 而且是非常危險 不會鼓勵這樣做 是 那你真的仔細去看 他這裡的步驟 其實真的也不是真的步驟 所以還OK 那再來另外一個部分來講 先前這個SBF的這個 加密貨幣的這個新聞 其實吵得很大 那他也針對了這個部分 就像推特上面 以前X上面 有些人就會開開玩笑 諷刺別人 就有一個 就是很多所謂這種 人的個性風格在裡面 那其實他也號稱在 因為他拿這些資料 來做訓練 所以自然而然也產生了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 他號稱這個一個幽默感的部分 那再來講 有一個可能的部分就是 後續有可能會應用在最新的 這個Tesla的這個車子的 這個系統上面來用 其實他們官方自己說 這個growth的個性 是有一點聰明 有一點叛逆 而且可以回答其他AI 會避免回答這個尖銳問題 所以他是比較有個性的AI 是 他是比較有個性的AI 然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來看 他的這個最新的這樣子的一個 參數的部分 那這個參數的部分來講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最有名就是GPT GPT3.5跟GPT4 對 那這個是這個是 國務官方所推出來測試的結果 那他也比較客觀的說明說 他其實不是第一名 基本上最早出來的時候 是Grow-0跟-1 那目前是-1的版本 現在是-1的版本 對 那我們先來看左邊的這個部分 左邊這個部分來看來講 國務官方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的這個參數是三百三十億個參數 ok 那他跟他旁邊的這個 這一個META的 META的這個LAMA2的這個模型 基本上來講 我們從這邊結果來看 不管是你問所謂數學問題 或者對語言的瞭解 或者是對於程式代碼的一些理解上的 這個部分來講 他其實整體的能力 其實都跟LAMA2差不多 但是他們這個參數是少了一半 是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這也是這個 這個XAI覺得很自豪的地方 就是說我運用的這個訓練的這個資源 我只需要你的一半 我就可以達到跟你差不多的結果 那這個再對於他後續上 包括說整個模型的生成 或者是說在使用上來講 大家都對於說現在AI的這個伺服器 運算的時候需要很多的能量 但是要追上去GPT-4 好像還是有一點距離嗎 是 那目前我們這邊來看 這大概六成多 這九成多 當然還是有這樣的差異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他這個只是三個月 可是卻GPT-4 基本上已經相對來講 這個開發市場已經長很多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 這次感的很快 對 他其實非常快 因為其實在Tesla來講 他本身就一直 一直在AI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默默地有在做 那我們其實可以來看 我們這個下面的這個 請教博士為什麼馬斯克 他一定要發展自己的AI 因為其實第一個 因為車子基本上 大家都在講說 未來車子要自駕 那如果說我今天 他透過這樣的方式 訓練出自己的AI 他就可以應用在他自己 車子自駕系統上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在訓練AI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我要訓練他 所以我一定要給他很多的資料 這些資料一定一般公司 但是我也不會把我公司的內部資料 給別人用 所以Tesla 所以AI為什麼要他自己的 自己的這樣的AI公司 因為其實他要把所謂 跟Twitter整合 跟Tesla整合 其實整個這樣子 做一個整合在一起 我們得這邊來看 在一般目前 我們現在的AI訓練來講 我先訓練 訓練完之後 我要做一個推論 那就像我們人類在學習的時候 學事情很久 花很長的時間 我學到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以後看到什麼現象 我就知道 我就可以來做預先判斷 那同樣的AI一樣 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步驟 其實目前我們現在 所有的AI 不管在訓練 或者是在推論 在預測這件事情 基本上講都是在雲端 所以導致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在問去GPT 那我們會發現 我們問的問題 他可能隔一下隔個幾秒鐘 才告訴我們答案 這是因為他的回答 都是在雲端運算之後 才回答給我們 所以他現在 有可能在未來的時候 他會Tesla會結合國有的這個 輕量版 或者是最近大家在講的時候 AIPC AI手機 他其實目的都一樣 都是要讓我們的這個推論 這個部分 當我的這個訓練 是在雲端大型的伺服器 運算完之後 在這個推論的這個模型 就把它放到我的終端 不管是車子上或手機上 那我就可以很即時 很快速的反應 那這個其實是接下來 我們在AI這個部分 會看到的地方 好 剛剛張博士 但我們看到是在AI的部分 不過我們說AI 其實也有挹注 臺灣的一個出口表現 反觀在南韓的部分 雖然他們十月份 出口是已經轉正了 但是整個明目GDP 現在已經是 退出了全球的前十大 要再請教永明哥 南韓總統影席院 他現在 這是為了要救經濟嗎 他親自出訪中通 而且現在有媒體形容說 他是帶著鋼盔去搶訂單 對 第一個 大家知道 影席院是政治素人 所以他其實民調很低 因為在國內其實很雇人院 所以他就只好往外面 一直跑跑走 你看他在任內的一個期間裡面 第一個他改善跟日本的關係 第二個的話 他已經開始在中美這邊 他已經開始選邊站 他是選到美國 接下來的話 因為他喪失了一個 廣大的中國市場 所以這裡的話他去想到 另外一個中國 可能進不去的地方 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跟這個卡達 為什麼 因為中國是親伊朗的 伊朗親中國 對 但沙烏地阿拉伯 跟這個伊朗又不對盤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敵人的敵人 那當然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韓國切進去就有 所以韓國現在 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裡面 現代汽車跟沙烏地的主權基金 在合資 各位要知道 中國的電動車 其實做得非常好 那韓國也是他一個 很大的競爭者 兩邊如果都要去搶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搞不好會去選韓國 所以韓國在這個地方的話 是比較有機會 所以現在的影席院 就有史以來 第一次親訪沙烏地阿拉伯 利用他比如說建交60週年 跟卡達建交50週年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就是想辦法 要去把中國失調的那一塊市場 不管人家到底喜不喜歡你 反正你現在趕快帶著鋼盔 在這個所謂亂局的一個裡面 大概就是搏感情 然後看能不能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去搶訂單 韓國的其實狀況滿慘的 各位可以去看 這是韓國的一個指數 綜合指數 這一條橘色的線 其實是他們的年限 各位你要知道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的指數是站在年限以上 我們這次再怎麼跌 也沒有跌到年限 沒有跌破年限 對 但是其實韓國 跌破年限很深 所以它這個地方 藉由進空令的關係 在今天漲了5.6% 而事實上的話 其實也不過才 還沒有回到年限而已 因為他們整體來講的話 狀況很差 所以我們就來想想 它到底為什麼狀況會這麼差 第一個我們看它 因為早期的時間點 它霞中國廣大的一個市場 它才有辦法在GDP的這一塊的話 占到全球的一個前十大 各位可以去看 最新的一個數字公布出來 我們看下一張的部分 它現在已經跌出前十名了 對 韓國現在是13名 它的這個數字 2022年的數字 又比2021年更加 然後它的明目的部分 是1.67兆美金 只是說有點可惜 因為如果就韓環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成長 但是因為韓源在貶值 所以貶值的關係 造成它明目的GDP落後於澳洲 落後於巴西掉很多 但是你說它未來會不會有可能 再重新回到了實名 我跟各位講 就像變了新的女朋友一樣 我認為回不來 很難嗎 很難 回不去了 對 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一個非常大的前提 你之前是利用中國的高成長 而且中國在這個地方的 電動車也沒起來 然後再加上半導體也沒起來 所以中國享受了你的手機 半導體跟汽車 可是現在這幾塊的話 中國因為民族情懷的關係 電動車也起來了 手機也自己用了 半導體你有沒有比我好 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這塊市場補不回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南韓 我們給各位科普一下 南韓的人口大概是五千一百多萬人 那他們有很大的一個廣大的內需市場 它跟台灣最像的地方 就是出口為導向 但是它又跟台灣有點像又不太像 各位要知道支持南韓 總共有五大核心產業 第一個是半導體 比如說它的記憶體的部分 或你看到的三星 第二 汽車 鋼鐵 造船 電子 電子這裡面包含家電跟信息通信 包含手機 五大核心產業裡面 它不是很平均的 像台灣一樣 分散在各個中小企業 或者是中大企業 它是集中在四大財閥裡面 三星 現代 SK LG 熱晶 這四大財閥 基本上是一榮 巨榮 一損 巨損 也就是如果我狀況好的時候 我就把整個南韓撐起來 但是如果我只要 其中有幾家狀況不好的話 我就把整個南韓給拖垮 所以四大財閥裡面 我們就舉個例子 三星的銷售額 就佔南韓的GDP22% 這個集中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這件事情是也好也不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南韓其實跟台灣很像 就是它也是一個能源的消費國 也是能源的進口國 它沒有辦法自己產生能源 能源消費要依賴進口 97%要依賴進口 這個跟我們台灣很像 鋼鐵是它唯一還OK的部分 鋼鐵 它的普向鋼鐵 等等都很好 也就是因為它鋼鐵好 才有辦法支撐 它的所謂的汽車跟造船 這一塊是它可以出口的部分 南韓還有一個可以出口的部分 基本上是什麼 就是石化業 石化業的原油是靠進口 但是它做出來的東西 包含像衛山石化跟荔川石化 卻是一個很大的出口來源 這一點跟台灣來講的話 有點像 台灣雖然它的實力 沒有像它這樣亞洲前兩大 但是台灣至少我們也有六清 我們也有台塑等等 它的造船就比我們台灣好 因為它有整個現代重工 三星大雨等等 好 我現在要講一個 最重要的地方 它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 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 這一點大家完全不知道 比如說我們看韓劇裡面 我們都看到什麼 再醬麵 我們看到一個什麼大羹 或者是豆腐湯 這一點跟台灣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它資源非常的稀缺 現有的耕地面積 1835.6千公頃 18.4%是人工地 但是它是全世界人均耕地裡面 面積最少的國家 大概算得出來排名前面的 所以你知道它的大米薯類 自給自足以外 大部分都要進口 水果也要進口 肉類也要進口 好 我們拿它來跟日本比 你看日本如果說今天假設 物價是所謂的日幣不在扁嗎 他們不是有進口性的一個通膨 可是日本它 如果你都不要到國外去消費 你的牛肉可以自己吃 豬肉也可以自己吃 然後青菜 什麼米 什麼幾乎日本都有 我們台灣再怎麼樣 有米 有菜 有水果 對 肉類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有辦法 但是韓國在幾乎很少 所以韓國受到通膨的影響 就會非常大 尤其是韓環只要一扁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民生物價 包含雜醬麵的一個價錢 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再請教有明哥 大家都說台灣跟南韓 產業的同質性還滿高的 很高 如果台灣跟南韓相比的話 你覺得誰的一面會比較大 當然台灣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說過GDP 它的簡單的計算方法 是C加I加G加X減M C是消費 I是投資 G是政府支出 X減M的話就是貿易餘額 一個出口減進口 我們來看一下 從2013年到2022 18年到2022年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台灣 比韓國整體來講 其實都變好 你看不管是說 你算這10年或者是這5年 經濟成長率我們比它好 民間消費我們差它一點 政府支出他們比較多 換言之他們都是靠政府去抖內 包含政府去供應所謂的節能 或者是綠能等等 但是問題是固定資本的形成裡面 我們大大非常多 所以我們願意投資 他們沒有願意投資 他們民間企業不投資 所以他們狀況不好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 出口減進口的部分 我們也比它強很多 所以整個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的結構體比它變好 因為我們的貿易這一塊 也比它好 我們的固定資本 至少台積電 或者是你去看到 台灣跟韓國裡面 大概分幾個回合 從1970到1990年的時候 在亞洲四小龍的時候 我們比較強 因為我們就是整體 就你那個手提箱 我們就可以到大陸去做了 他們就是發展重工 第二個回合2004年的時候 給他們發展起來 因為他們亞洲金融風暴 整個就是變成全部都整合 因為在整合的一個過程中 你全部變成這麼大 你就復興的快 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快 沒有整合的那麼多 所以我們台灣各個零零星星的 所以我們第二回合輸他 但是也好也壞 第三回合裡面 整合就出了狀況 財閥化之後 就造成他們的經濟未來 非常有可能 真的就不及台灣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以巴戰爭以來 因為避險資金的湧入 其實比特幣在一個月 已經大漲超過兩成的幅度 台灣現在有老字號的公司 現在都要來搶 加密貨幣的商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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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